8点头条聚焦 来看呛马的连胜文跟停马的金普聪 两个人今天握手破冰了 好 接连胜文呢 他是现在国民党台北市长的热门人选 而这回到了美国参访放低姿态 出席早餐会的时候 为了要见金普聪 提前到场还等了40分钟 两个人就这样短暂的握手寒暄 还把这张照片提供给媒体了 但过去连马关系比较紧张 而金普聪被视为是马英九的代言人 这么一握也颇有 一握敏恩仇的味道 特别提前40分钟到 连胜文到华府出席全美祈祷早餐会 就位等金普聪 不过会前两人没碰上 倒是会后巧遇 留下这一张握手照 握手这个是一个礼貌的问题 我没有想到还可以有这么多延伸 基本上就是 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 美国人举办的一个活动当中 遇到金大使 我想我们走上前跟他握手 这是最基本的礼貌吧 连胜文过去轰马炮火猛烈 如今态度放软 这一握短暂十分钟交谈 意义不小 由于金普聪被视为马总统分身 过去曾传 马金不希望连胜文选台北市长 甚至还说 有高层在背后阻挠连胜文 倒是连胜文公开讲 不相信马总统会像特定名嘴一样打击他 更透露 距离宣布参选时间不远了 这个部分可能我想到时候时间 实际合适的时候再跟大家报告 好不好 谢谢大家 二月二月份是一个单单 我说过我们二月份一定会跟大家做报告 那我说到话我们就一定会做到 谢谢 说起两人恩怨可回到2010年底 连胜文五都大选挨一枪耿耿于怀 当时党的秘书长就是金普聪 之后连胜文公开返马 两人关系更加恶劣 不过就在宣布参选之前 连胜文放软身段 两人真能破冰吗 过去恩怨只怕没这么快 一握闽恩仇 三连选成一必须